1月29日,莫达获得腾讯与苏宁等投资者,340亿元人民币资金,图片来源,看中国记者李正新综合报道,不断甩卖旗下资产的莫达集团,正处崩口朗尖。 这和莫达集团的资金紧张有关,因其必须处备足够的资金,用于应对一份对赌协议。 29日,一条爆炸性新闻引发热议,莫达对赌协议,大限前,获得腾讯与苏宁等投资者,340亿元接盘。 据莫达集团的官方公告,腾讯控股作为主发起方,联合苏宁、京东,融创与莫达商业域。 29日在北京签订战略投资协议,计划投资约340亿元,人民币夏同,收购莫达商业。 香港H股退市时,引入了投资人持有的约14股份,已从香港股市退市近两年, 却迟迟未能基身于A股的莫达商业,迎来这四位重量级股东。 接下来,莫达商业将,改名为莫达商管集团,二年内将公司房地产业务消化完毕。 另外,股东各方将推动其尽快上市,如果根据上述协议的14%持股,作价340亿元来计算, 莫达商业目前的整体估值,约为2428亿元。 这与苏宁公告的价格也与之相符,其公告称计,划出资95亿元人民币,或者等值港币,购买莫达商业股东持有的约3.91股份。 莫达集团此番引入上述投资者,对莫达集团董事、常、王健林来说,可谓雪中送炭,目前莫达商业私有化满二年的大限将至, 如果没有败源,或将触发莫达集团职,行收购全部股份并支付利息的对赌协议。 从港股退市时,王健林签订了一份对赌协议,莫达集团约定莫达商业要在2018年8月31日前登陆A股市场,若未能实现这一目标则。 1.莫达集团,以每年12%的单例,向A类境外投资人回购全部股权,以每年10%的单例,向B类境内投资人回购全部股权。 2.A境外,B境内类投资人按投资金额分攀境外退市费用,B类境内投资人还需另外承担过桥贷款的相关费用。 3.B类境内,投资人就货桥贷款、融资成本、资金出境期、减汇率成本等承担补充出资议物。 与此前的大举扩张不同,莫达集团几乎在一页间开,使收缩其商业版图。 1月29日下午,莫达酒店发展发布公告称,一约3.15亿澳元约16.1亿人民币,现金出售于澳大利亚的若干物业项目,买方还将贷澳洲公司长海债务款,相约8.15亿澳元约41.7亿人民币。 买方需总共付出11.3亿澳元,约57.8亿人民币。同时,莫达酒店发展股票,自1月30日起伏牌。 此前,莫达在海外大举扩张、投资订购文娱类项目的同时,莫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在中国国内,也加大了对文旅项目的投资。 王健林对外宣称计划到2025年全球开业25个Utco莫达成RDQUO,其中海外开业5个Utco莫达成RDQUO。 然而不过半年,去年年中,王健林迅速地把Utco莫达成RDQUO和旗下77家酒店一起打包卖了。 大举扩张的过程中,莫达借外债加杠杆进行并购,在上述海外并购中,莫达一借了外债。 知情人士表示,现在莫达的债融资基本没戏了,要想通过海内外融资来解决海外项目的,后续资金需求基本不太可能。 同时,莫达在中国的资金书送到国外之路,也基本被毒死。 一位接近中国商务部的人士表示,近年来中国国内民营企业大量投资海外的体育、地产、娱乐等项目,但是出现一些亏损和资产转移的迹象,引起金融监管部门注意,民营企业资本到海外将受到严格管制。 截至目前,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布的IPO信息显示,莫达商业2016年年底开始排队IPO,拟登陆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市场,目前排名第70位。 至于莫达商业能否在2018年8月31日前,能否完成登陆主板,结果仍未知。